老闆 那我先走了 好 注意安全啊 老闆 謝謝你 謝謝什麼 老闆 我是想說 謝謝你在電梯裡跟我說的那些話 我第一次覺得 好像倒霉也沒有那麼讓人討厭了 我會像非聽司閣說的那樣 調整好心態 不過老闆不可以退休哦 是非司廷閣 好 喂 博士 我正要給你打電話呢 我突然感覺到心口疼痛 呼吸困難 怎麼了 我有什麼可以幫到你的嗎 看來今天上班的 是另一個博士 你是說我人格分裂的事情嗎 我的主治醫生告訴我 天才就是我這個樣子的 畢竟我也是個天才嘛 說正事吧 上次更新完之後 我總覺得我的心臟更加不穩定了 你是不是遇到什麼危險的事情了 我有過度放電 真的嗎 你遇到讓你心動的女孩了 我說這十年來 你的心臟一直非常的平穩 怎麼突然間這一段時間 數據變得很奇怪 你是不是遇到了一個很特別的人啊 你這麼高興啊 之前你還嘱咐我千萬別碰到這個人呢 你別管那個人怎麼說 你現在是要聽我的 如果你真的遇到了這個特別的人 一定要告訴我 如果啊 我是說如果 如果我真的碰到這個人 有什麼辦法 可以平穩一下我的數據嗎 沒有 那我告訴你幹什麼 我可以把你機械心臟的內置燈 換成粉色 這樣更適合你的心情 你這一天天玩呢這是 不是啊 好好好 你冷靜一點兒 我會幫你想辦法的 我和那個人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顧川 人生很短 這顆心臟是為了讓你活下去 但是活著和生活是不一樣的 你明白嗎 我不想給你希望 但是我會全力以赴 改造你的心臟 是我的人生的頭等大事 好好好 謝謝啊 謝謝 你要知道 我不光是名醫生 我還是一位科學家 我知道非常瘋狂的那種 舊死扶傷是我的使命 你能活著我很高興 但我不想讓你過早地廢掉 你要好好地愛護自己 有些事情啊 你也說不出來 每個人都希望我活著 只有我自己不希望 和我的可樂 在你的《悲哨》 那邊這樣 你也想讓你那邊 你忽然 你不問我們